168 《蘋果日報》350企業金服派情焦點 2015年7月13日要問A04本部信A古服派潮來臨 今日約有350間內地上週一暴力救市 但只落得慘性收場後,護心兩地企業積停牌被股壓 高及154,060,其億度多達1,500間企業停止買賣 佔總額54%,在估無可估下,最終觸罰中港大跌市 部分無宣布重大事項及至上週四及週五內地公安出手查 惡意估空後,市況回穩,企業服派數目亦一日比一日多 今日再有近350間相關股份會否野來估壓 甚至令大跌市重現,成為市場焦點 由於多間企業均以重大事項為由申請停牌 因此復派時必須宣布重大事項進展 縱觀今日復派的多間企業 大部分以集團以回購 高層以增持及實行員工股權激例計劃為由申請復派 只有部分只有簽署戰略合成框架及收購項目 有企業更以本來考慮重大事項但後來失敗 及本來考慮公股但最終沒動作為由 什麽事也沒發生就直接復派 內地上週四起有約十多間企業率先復派 因老太遲停牌被不了官壓,變成現在太遲復派恐錯過聲浪 統計過去三日,復派股份如430隻 相當於近三成停牌公司已復派 記者林靖 記者林靖